Hello 大家好 這段時間疫情就已經緩和了很多 而政府的限聚令也都會陸陸續續放寬 有一些場所已經關閉了超過一個月 就好像我身後的戲院一樣 另外還有美容院、按摩院都會在5月8號重開 表示這些場所的員工也都有機會陸陸續續復工 但我們覺得大家仍然不可以鬆懈 防疫的措施好像戴口罩一樣 也都一定要做足 雖然是陸陸續續復工 但是我們是非常擔心經濟已經差了一段長的時間 所以經濟可能未必在短時間之內有很大的復甦 所以我們和工會也都會一直跟進政府的紓困政策 好像工資補貼計劃在6月正式落實 究竟這個工資補貼計劃 是不是真的令到這些場所的員工受惠呢 我們和工會也會一直跟進 另外我們勞亂有各個行業的工會 都是和這些場所有關的 好像戲院、美容、推拿按摩、啤酒銷售等等 另外有一些場所未必可以在5月8日重開 例如好像Party Rome 我們都會一直跟進這些行業的重開情況和復工的情況 看看這些員工有什麼需要我們的支援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留意我們的消息 我們可以來看 這裡的人工會